公诉人出事的书正表明 中央规定地方党委决定任免政法部门的领导干部 要征得上一级政法部门党组党委同意 相关证人正言指出 在有几位同志提醒的情况下 薄熙来仍旧违规越权决定免去王立军 是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 那么你是在什么情况下进入了美国驻成都的总领事馆 当时那个情况很危险 首先我受到了暴力 而后就在我受到暴力之前和之后 已经有11位我身边的公务人员和案件的侦办人员失踪了 被告人薄熙来可以对证人进行范围 王立军我想问你一下 就是1月28号你和我们谈了几次话 除了6号以前 1月28号从29号开始一直到5号 每天我都要被你叫去两次 而且你明确告诉我 你不能随便走 由我来告诉办公室给你安排任务 2012年2月6日 王立军叛逃 2月8号 薄熙来批准对外发布 王立军接受休假式治疗的虚假消息 在就滥用职权罪的犯罪事实进行制证的过程中 被告人薄熙来及其辩护人提出 王立军博古开来等证人 与薄熙来存在重大利益冲突 其证言的客观性真实性存在疑问 薄熙来还表示滥用职权行为跟自己无关 公诉人认为 王立军当庭证言与庭前证言一致 且与其他证人证言书正相互印证 真实可靠 被告人薄熙来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超越职权和不正确履行职权 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实施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其行为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 依法构成滥用职权罪 法庭调查结束后 经审判长许可控辩双方就案件事实 证据及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了法庭辩论 公诉人宣读了公诉意见书 犯罪事实是客观的 并不随你的主观意志而转移 不因你认为有就有 你认为没有就没有 认定犯罪事实是以全案证据为依据 而不是以你当亲的口供 为依据 任何人企图否认 推翻客观存在的犯罪事实 都是无济于事的 只有实事求是 尊重案件事实 才是正确的选择 8月26日法庭辩论结束后 被告人薄熙来做了最后陈述 2013年8月26日13点04分 审判长宣布休庭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薄熙来案审理结束 在整个庭审过程中 记者注意到 在审判长的主持下 控辩双方对庭上出事的各种证据 进行了充分制证 法庭对薄熙来及其辩护人的发言申请 均给予了许可 保证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 有充分时间发表意见 听证过程中恐怕大家都看到了 整个法庭的组织非常规范 能够充分地保障 诉讼各方参与人的权益 我们辩护人应该说 一方面也充分地进我们的职 要进我们的则 法院也很好的保障我们的权利 我感觉到审判长的掌握 是文明的 是理性的 是工人的 同时我也感谢法院 能够基本上让我把话讲出来 刚才我已经讲下了 法庭是一个理性平和 拿证据摆事实 论法律讲道理的一个地方 本庭将按照法律的规定 一如既往地保证 以各项诉讼权利的行使 据记者了解 在这起案件的庭审过程中 被告人的亲属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媒体记者 以及各界群众 一百余人 旁听了这次庭审 作为一个律师的这个角度来讲 我认为这个程序是合法的 规范的 也是公正的 从程序上来讲也是公正的 那么这种程序上的公正 它会导致结果上的 实体上的一种 在那里面有些 各种各种各个